這路在高鐵鐵鐵城区的大台南火電中心有停在年底開工 總共電影的經費台幼稀有17.95億 今年在市府市公佈後 正道第一名的首相跟他們的設計裂念 第一名的設計度是由福建營造 一定昆仙和紅爭兄弟議所 副市長五種營業就表示 這次的平線會議全部都是說 白公開公正可以經濟一口眼 也希望火電中心完成以後 可以變成台南另外一個新代表 總經費台幼17.95億 在大台南火電中心 將來在市府市長五種營業主持之下 并度結構中一次樓 由福建建造以昆仙、金雲義雄 和紅磚瓦古城牆 兩大組長在第一名 市府市長五種營業標示 市府特別品牌過來外 全國學者丹林兵衛 不僅都是公平公開公正的單科研 所有的工程我們這個是第一標 開動 那另外還有一個研發中心 還有一個將來的某廠 某廠的工程 這兩個 最主要三個工程 就是會展中心、研發中心 還有一個某廠 史運的某廠 當然 中原內也會跟著來 明年三月份 中原內也會開始蓋房子 蓋中原內的南部分內 所以我們今天算是歷史的第一步 利能科學層來講 這個是第一個工程開工 大大人會展中心未來中結合小巨蛋 可以作為表演、體育競賽、典戶學層、典戶功能的使用 今天也會展示第一名、第二名的模型作品 我們這個跨距非常大 是中間都沒有柱子的 這個結構我們希望它非常輕量化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像金魚骨頭一樣的結構 讓它很輕的漂浮在水上 下面這個紅牆 因為我們的會展中心其實不太需要太多窗戶 你要開窗只是為了讓大家比較舒服一點 為了後帶來我們鄉親民眾 以來當看到這齊的經典 所評算出來的優秀作品 其後以來將這兩名的作品公開電視 歡迎興趣的民眾上幫我分享 這家中心神中西窟 彩虹伯德